10月25日 有媒体晒出 佟丽娅带着儿子朵朵逛公园 并与好友聚餐的画面 迅速引起网友关注 当天佟丽娅打扮十分简约低调 穿着白色毛衣 背着黑色洗胯包 戴着口罩与墨镜 把自己遮挡得很实言是 似乎不想被人认出来 就了解 佟丽娅前往公园内与好友聚餐 聚餐完后从公园门口走出来 为了保护儿子的影子 这期间佟丽娅也十分谨慎 与好友短饭告别后 最后牵着儿子朵朵 快速走到停车的地方 立即上了车 此前佟丽娅也是经常带着儿子 同好友一起去餐 儿子乖哥的坐在妈妈佟丽娅身边吃饭 身旁还有两位男性好友 佟丽娅与旁边的男子有说有笑 热聊起来 中途还与朋友兴奋的机场 看上去心情不错 此后佟丽娅提醒朋友 将帘子拉起来 聚完餐后 佟丽娅与好友道别 然后和保姆一起牵着儿子的手 从餐厅离开 自从离婚后 同丽娅专心搞事业 并没有什么绯闻传出 最后 也祝她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